第一点按照他的说法呢 是在昨天半夜的时候收到了船票 但是检方的说法说第一份船票呢 这根本就是在几天之前就已经寄出的 那么第二点呢再来看到的 他说他并不是被告 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整个的船票的内容来看 来放大这个船票 在这个画栏格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请他道案来说明 但是这个我们要强调这是第一张船票 而在今天早上九点要来发的第二张船票 很显然于震县已经是列为被告 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 相当的紧绷 也就是九点才要发出去的船票 要他下午来说明于震县刚好早上八点多就要出国 所以就出现了阴错阳差 也就出现了说于震县到底是不是要落跑 是不是要逃亡的这个说法 我们再来还原一个状况 那么就是呢这个刚刚讲到邱毅营说 他上了飞机你还把他给拉下来 那么但是呢检方的传出来消息说 他并没有上飞机 他在柜台就被阻挠了 所以到底状况如何 我们今天采访小组重回到高雄小港机场 为您还原 前面阵部长于震县早上八点十分来到高雄小港机场 预备搭机到澳门再转机到上海 却一涉嫌弊案在上飞机之后 被移民署官员带往航警局 他已经上飞机了 我们警察下来这样而已 已经上飞机了 根据移民署官员描述当时余震县已经登机 移民署人员问他你不知道已经被限制出境了吗 余震县说不知道接着就被带到航警局 余震县和其他三位友人预备搭澳门航空NX661班机 前往澳门再转往上海 余震县说这是一个月前就安排好了行程 只是身为弊案重要关系人 怎么会登机之后移民署才发现呢 他们一定会先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 一个信息 我们信息完全要 某某人我必须看我要出去 我如果有什么人家就先告诉我说 这个人家出境的时候你要跟我们联系 然后我们就照好照规定跟人家联系 联系人家就说人家那个 检教就通知我们说这个要先给出境 据了解余震县被北检列为被告身份 因此被限制出境 余震县不相信结果北检传了一张检方 传票及一张鞠票被带到航警局 还透过电话和科信检察官沟通 双方决定下午到特征组约谈 余震县才搭击北上 中地新闻梁家文高雄报道